再加上大师他的身体状况 我们一块这个研究 还有真的是很多很多事 摆在未来 那么我们现在 目前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 就是当你这个就是 活动没有开展之前 就是有很多筹备工作 就是需要我们去 现在去努力的去做 那在这边会不会 比如说开班 像2006年一样 大师过来 这个Baganzi大师过来的时候 也是指点了几位学生 我记得十多位 学生有一段时间 然后呢从第一天到最后天 成果发表的时候 大家都进步好多 未来是不是有这种机会 我们在考虑试着 还要再应该 因为我们看到有受益了 的确是 很多学生是真的是很优秀 他们肯学 也好学 所以我们这个 就是我们不 叫不收这个什么玩意 就非盈利了 非盈利的这个 我们这个机构 所以能够给这些 就是家庭情况不太好的 但是事业性很强的 这些学生们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给他提供方便的 所以当然了 我们也因为学歌剧 也要学人嘛 对吧 你比如说像 Composer 这个 Juzef维尔蒂 他这么棒 医生中写了这么多精彩的歌剧 等他到晚年以后 中年 对晚年以后 他就开始办那个慈善机构 他就盖了好多医院 就是给那些看不起病的那些人 让你们免费进了医院 所以说他也是在这之前 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 对 那么所以呢 结合这个艺术和慈善 然后艺术中心也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其实在今天 在邓大师的介绍之下呢 我们对歌剧有了一些认识 也觉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么也是希望说 像比如说流行音乐起来之后呢 大家可能每天听的都是流行音乐 但是呢 有很多古典音乐 它的美 它的文化 它的深度呢 也都是不一样的 是我们可以 另外去欣赏的一个领域 也是希望在这个艺术中心 天使艺术中心的推动之下 还有邓大师的推动之下呢 我们这边有很多 对古典音乐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进入 继续来深入这个领域 那也希望艺术中心 未来可以举办更多的活动 那么我们最后呢 来欣赏一段 邓大师的表演 那么也今天也非常谢谢邓大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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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